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 来看到现在这个波特王说 跑到大陆去都是文化统战的一部分 结果到大陆拍片的很多网红 就遭到了彻翼的出征 但是侵略的网红也被爆出 原来过去他自己也赚大陆钱 可是现在反过头来 是为了要赚抗中财吗 网友就讽刺说 难道现在变成是哈利波特了吗 另外这个数位身份证 千页资料通通被涂黑 而且官方还呛吓说 我们是依法办理 所以国会改革不是就是要来抓贪腐的吗 绿营难道就是害怕这些查案的法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谢龙介 大家并安 立法委员罗志强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善后知 大家好 不少民众希望两岸赶快重新回到正常的交流 但民进党是迟迟不肯松绑 到大陆去旅游的这个禁团令 过去有一个因为撩蔡英文一战成名的网红 叫做波特王 他最近出来大爆料了 他说大陆为了对台湾的文化统战 邀请了十组台湾的网红 免费到大陆去旅游拍片 这个爆料一出 最近刚好有去大度的人通通都惨了 被出征的很严重 包括像是这个叫做谢杰林的这个网红 他刚好也去拍了这个相关的影片 结果还惨遭猎物 而且甚至是收到了死亡的威胁 好啦 事实上最近很多人说去 也不见得就是收了对岸的钱 包括像是这个王仁甫也刚好自己去完 结果竟然也遭到出征 是不是太惨了一点呢 好 那么现在这个就被发现说 其实这个波特王 他自己过去也曾经去大陆拍过一些影片 这个张思刚议员就出来告诉大家了 其实他说现在波特王爆料说 不是这个叫做大陆砸千万的片酬 找这些网红们拍片来搞统战吗 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北京驻地的一些记者 找不到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的位置根本不是那家公司 所以张思刚就说 去年他也收到这个公司署名的一封来信 告诉我说我要先付十万块钱的人民币 就可以用诚意金换选举策略 我一看就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诈骗 这么粗糙的手法竟然还有人会相信吗 好啦 还拿来大肆地做文章 情侣网红拿不出证据就乱贴标签 他自己过去也去大陆拍片 如此的双标是不是就是为了现在 回过头来想要赚抗中财了呢 难怪被大家戏称叫做哈绿波特 事实上这个波特王 他过去确实还有不少的争议 包括他后来跟他的前东家翻脸之后 他的前东家自己跳出来爆料 说其实过去波特王跟他的老东家 有曾经传过这样一个简讯的内容 他说如果真的打过来的话 我也不会去打仗 我存到钱之后去美国去日本都很好 这个时机财我们可以延续的很久了 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现在要赶紧抓紧机会来赚抗中财呢 那么结果这个前东家大爆料之后 波特王还去告他的前东家防害名誉 结果今年三月惨吞败诉 那是不是法院认证了呢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动派葛奎呢 他也当然了要赶紧来呼应 这个文化统战的说法 他就说呢 哎呀你看相较于武力啊 经济威胁最大的威胁 恐怕还是文化的入侵啊 他期盼国人们都能够提升 内心的防卫力量 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动作很快 今天马上办了座谈会 请了学者来分析大陆到底 怎么对台湾的戒选 还有渗透手法是什么呢 好了 其中一篇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们分析了 2014年到2020年 在高雄的投票数据 发现部分的妈祖信仰 所在的村里呢 都被染红了 体现在呢 这个被大陆统战的影响 像是这个都市妈祖庙啊 在选举呢 就会比较显著啊 附近的选民呢 都变得不支持民进党了 可是呢 信仰比较稳定的一些乡村庙呢 就没有这样的类似效果 好 另外还有一招 来看到2017年呢 大陆就开始一个叫做 一带一线的统战策略了 好啦 所以呢 有一些有大陆背景因素的里长啊 这些里呢 我们就发现呢 在反美租公投呢 同意的比例跟其他的里相比 高出了4.7%啊 显现出啊 有这个以美论的倾向哦 看到没有 什么里长啦 什么马祖庙啦 是不是统统都是中共统路人呢 只要你不投绿 而且也反萊猪 就是中共统路人嘛 这就是民进党开的座谈会啊 好 我们看到波特王 现在被网友起底了 他自己过去 也去大陆拍片啊 而且当时他说 大陆的饮料好喝哦 杭州的朋友都很亲切 也欢迎下次来台湾 所以呢 网红成衣也骂他说 波特王几年前 自己去大陆发展 结果被退货啊 人设翻车之后 只好回来当哈利波特了吗 过去啊 民进党也广邀国 这个国际网红 不是来台湾拍片吗 不是还要入住总统府吗 那为何台湾的网红 不能够到大陆去拍片呢 那请问 波特王啪不是狂撩蔡英文吗 那个影片有没有拿钱啊 算不算是任职作战呢 立文怎么看 我最近看了很多 网络上面的这种 全世界在旅游的 这种旅游博主所拍的 拍的我都跟我老公讲说 等我老公退休了以后 因为他还没退休嘛 等他退休了以后 我也想要跟他一起 去环游世界 那我本人呢 就是除了中国大陆 我觉得就可以环游一整年了 然后呢 整个的思路这样子过去 还有我梦想中的路线呢 还有就是穿越西伯利亚 到莫斯科 这是我的这个 梦想的路线很多啊 我都好想去了 我觉得民进党疯了吗 他说中国大陆找十组啊 就只有十组而已啊 他如果说一百组 还比较相信 十组 你是不是太好笑了 你是不是民进党 又用自己在想别人 十组 你知道最近啊 中国大陆推出了一个政策 叫做呢 就是全世界落地 到中国大陆落地 一百四十四小时免签 就是六天的时间 一百四十四个小时免签 那很多这种国外的旅游 我刚刚说的旅游王主啊 他们通常就是第一个 因为长期宣传啊 洗脑的结果 都很害怕中国嘛 然后不敢去中国啊 想到中国就想到 很多很恐怖的一些事情 都不敢去 但因为自从中国大陆 开放了这个 一百四十四个小时免签 今天还有一个 对澳大澳洲啊 全部通通都免签了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一百四十四小时免签之后呢 很多这个各国的王主就觉得 既然一百四十四小时免签嘛 我环游世界都环游到亚洲了 还不去中国不是很可惜吗 就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呢 哇 每一个都瞠目结舌 就是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中国 完全不一样啊 有没有 光是一个地铁站 他就要拍好几集啊 然后等等的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人怎么会这么友善呢 地怎么这么干净呢 之类的 治安怎么这么好啊 就这样 所以呢 我今天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视频 他就讲说 你去查这个 Traveling China 就是你知道查 中国旅游或旅游中国 你知道总共加起来 流量有多少吗 十亿啊 十亿的流量 这些都跟台湾的这些无关了 你认为中国大陆 有需要再来买十个台湾的王主 去做这件事情吗 哦 民进党 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井底之窝啊 这就是现在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事情 所以很多这种什么来自爱尔兰的啦 意大利的啦 加拿大的啦 反正全世界各地的 然后就跑去中国旅游的 然后流量都超高的 就这样子 那这些人去了之后呢 难道每一个都是中国政府买通他们去的吗 所以现在其实到中国旅游 然后拍成这个网路 然后在网路上面 这个点赞率很高啊 这个东西是现在很夯很红的一个现象 那对台湾来讲 我们又有中文的优势 刚刚他们讲 他其他都讲国外的语言嘛 讲英文啊 讲西班牙文 讲英大利文啊 然后在全世界里头这样子红啊 那台湾有这个中文的优势 然后呢 现在这个互联网 在中国大陆又这么的普及 这么的红 那当然你自然而然就去拍啊 你又好 又赚到玩 又赚到吃 然后呢 又赚到流量 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一定都很羡慕 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啊 我最近就常常看到台湾有一家人 有没有 就一家人就是 儿子 儿子还挺帅的 带着爸爸妈妈吃遍全中国这样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就觉得东西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就这么简单嘛 难道这里面全部通都是演员吗 那民进党这些人 你们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不知道中国大陆长的是圆的扁的 现在人家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你就是乡巴佬 你土也就算了 你还要讲出来说这种话 你这不是笑掉人家大牙吗 这就很像那个西方人 最喜欢拍的就是去重庆 有没有 然后就看到 这个重庆怎么长这个样子啊 怎么会有那个地铁电车 从高楼大厦中间穿过去啊 每个人都看着瞠目结舌啊 就很好笑 很好玩嘛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你够了吧 还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波特王是 是悲哀了啦 他其实也是在赚流量啦 我坦白讲就胡说八道嘛 他也知道就是这样子讲 就会引起反正支持他的骂的都是流量嘛 管他呢 他其实我觉得讲这种东西 也是在赚流量啦 这就是现在的这种现象嘛 那但是呢 当执政党或我们的政府 把他当回事的时候 是比较恐怖的 所以你看 当这个沈柏阳 每天在那边讲第五纵队的时候 如果今天他如果不是沈柏阳 他如果不是一个法学教授 他如果不是一个民进党的 当红炸子 即是民进党第一名的不分区立委 我随便在路边上 你听到有人讲这些话 你会觉得疯了 神经病不要理他就好了嘛 但不是 他是今天当权者的心理状态 当权者的认知状态 今天是当权者 他今天已经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了 或者是他到处在找敌人 到处看到黑影就开枪 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嘛 我最近才看了这个 两个美国学者 他做了一本新书 然后这个克鲁曼 就是克鲁曼 这个美国很有名的经济学家 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当主持 他这两个 他写什么呢 他写说美国用经济当武器 把经济给武器化 那里面不是你想象中的 只是谈这个什么提高关税而已 不只是这样 包括很多 我们现在今天在讨论的这个互联网 或者是swift 就是去惩罚俄罗斯的这swift 这些国际的机构也好 这些大的互联网也好 当他们总部设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就对他进行政治上面的审查 然后要他把所有后台的资料 必须留给美国 必须给美国的政府 那只有一个人 叫做Titalk 他真的相信 美国对外宣传的民主自由法治 还有对隐私 还有对我们这些所有人 我们使用网络的资料 他不可以提供给政府 他完全奉公守法 遵守美国所标榜的 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结果美国政府就翻脸了 所有的人都把他后台资料给我 只有你不给我 你一定是阿公啊派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讽刺的现象 就是说真正守美国法律的是Titalk 但Titalk不见荣于美国政府 必须追杀他 必须取消他 因为其他人都乖乖的把资料交给CIA 作为CIA政治增防的资料跟武器 这是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 那台湾现在民进党也在学这一套啊 就在搞这种东西啊 双重标准 你们真的相信民主自由 还是把民主自由完成了双标 完成了笑话 好 亲力网红现在指控别的网红 都是收钱跑到大陆去拍旅游片啊 是对台湾的文化统战 甚至还爆出有千万的片酬呢 结果没有想到 就张思刚议员竟然跳出来说 我也收到过类似的信啊 还同一家公司啊 对方还要我要先付钱啊 一看就知道是诈骗啊 结果现在竟然还可以被侧意搞 来做成这么大的文章啊 好 过去波特王的钱东家 秀出过他们的对话记录 波特王就说了 如果大陆真的打来的话 我也不会去打仗啊 到时候看是要去这个美国 还是要去日本啊 但是这个时机才 现在可以延续很久 能够赚多少就赚多少啊 好 当时波特王说了 这个对话的截图 根本是批图啊 还去控告他的钱东家防害名誉 结果没有想到法院的判决出炉 波特王竟然是产村的一个败诉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亲力网红专门去扣别的网红红帽子 结果呢 两岸爆发冲突的时候 却说他不会去打仗 然后还要逃到美国 逃到日本去 怪不得我们看到 这个民进党的侧翼 好像都对美国 日本特别好 这志强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亲力网红 他是民进党的良心啊 他完全说出民进党的真心话了 为什么我特别讲啊 你去看他讲的话嘛 就是说如果大陆真打过来 我也不会去打仗啊 各位你知道 我们在这个蔡英文任内 曾经有个新闻是怎样 就是说蔡英文的核心幕僚 每个人都有一张逃跑小卡片 就是说一旦打仗的时候 就有优于其他一般台湾人民的逃跑特权 第一个可以跑啦 所以换言之 逃跑路线基本上也是准备好的啦 第二他就讲说 这个这是可以持续很久的时机才 对不对 各位民进党不就是抗中保台大发财吗 从头到尾每一件事都可以扯抗中保台 就拿抗中保台来作为他长期执政里面 唯一的所谓的执政的基础 那至于说中共打来承承好钱去美国或日本 那我不客气讲 我们赖总统不就是美国的阿公嘛 对不对 所以换言之 在民进党绿营人士 在美国跟日本那种自产 以及他的所谓的一些亲属在那边 就扎根的情形 比比皆是 所以换言之这段话 我觉得毫无违和感 就是赤裸裸 大白话的说出了民进党的真心话 但是回头来看就说 可是我就要问民进党 你就看民进党政治人物到底在干什么 我讲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所有的去大陆的人去把它抹红 去大陆拍旅游影片把它抹红 刚刚吉利文就讲了 你真的到网路上 我们在刷那个视频 其实不只是抖音 包括YouTube 包括任何的视频在刷 里面就真的经常就会出现一些 跟大陆有关的一些 人文风景 就是那个旅游 相关的一些影片 其实做的都蛮不错的 不是只有台湾人 其他人做的还比较少 大陆人自己的做的 还有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做的 所以这样的资讯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那他需要说让台湾的人 来特别去做什么 这个大陆的旅游的一些 那个资讯的需要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创造出来的题目 可是真正的用意是 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这些所谓侵略网红 对民进党而言 他就是有一套学一套 民进党今天到现在为止 你看他们哪一件事情 不是在扯所谓的抗中宝台意识形态 国会改革也是啊 国会改革民进党 什么行政院七大复义理由 对不对 每一个都被打脸打到 已经是不知道能要接什么话了 可是打到最后 他赤裸裸的一句真心大白话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对不对 龙介兄 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他只有这句话是 他唯一的卖点 他没有任何卖点 国会改革人家是拼了30年 民进党拼了30年的国会改革 他现在跟你讲毁线乱政 那你以前民进党这30年都是乱党吗 那跟你讲什么没有讨论 你摆明所有人 现在所有人都看直播 都知道讨论都 三场公替会一场专报 两次委员会审查 四次朝野协商 四天焦土式的一个审查 你跟我讲没有讨论 所以他每一个框框条条 每一个都是借口 真正到最后就是什么 青鸟在立法院外讲的一些话 以及我们在国会审查 发言的时候讲的一些话 反正你们就是轻松卖台 所以你提了任何事情 我都是反对到底 你提了任何事情 我都是要扣你帽子 你提了任何事情 都是毁线乱政 那你今天民进党政治人物 这样做 他的侧义 他的亲律网红 当然是有样学样 反正抗中保台这个狗皮膏药 怎么卖都不会断货 怎么卖都很热销 当然继续卖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网红到大陆去旅游拍片 就会被扣上一个 统战的一个红帽子 结果不是只有网红而已 连一般人如果到大陆 你胆敢去交流或是旅游的话 就会被当成是中共同路人了吗 民进党今天开了这样一个 中国事务部的座谈会 然后就说你看 根据我们2014到2020年 高雄的投票数据来分析 就发现如果说 这个都会区的妈祖庙 有到大陆去交流的 这整个庙宇附近的选民 他们在总统市长选举的时候 都会比较不支持民进党 而且不少的村里长 到大陆去交流之后 会加入一个line的群组 那这群组里面 就会来传播假消息 就算每天只是贴个早安图 也会慢慢被影响 然后民进党说 根据2021年全台湾 这个各个里对于反莱猪 公投的一个投票分析也发现 这个有去过大陆背景的里长 如果你们这个里选出来的里长 是这种和大陆有关系 有去过大陆交流的里长的话 你们这个里的反对美猪的比例 就会比较高 而且是高了百分之四点七 而且会有显著的以美论 我们看到葛奎卓东泰说 文化入侵的威胁 比武力和经济的威胁更大 所以看来现在是不是 只要票没有投给民进党的 不想要吃莱猪 不想吃核食的 看起来应该通通都是 中共同路人了 龙介兄 这已经达到集体麻醉 就是我从这次的修法过程 其实他们都很理解过程 也很理解内容 可是对外讲的 就陷入一个集体麻醉 然后他还把这一套 真的就侃侃而谈 如果连文化都要讲 别说麻祖 台湾除了聊天中 拿到这这种以外 倒一个行不是对大陆来 譬如说我在说的汉文台语 我们周先过去大陆那儿 刚才脸文说他很爱去的 万里中生 中港红河 包括新疆 那都是我们周先在那儿 建设楼下来 包括文化 亲情的政策 在台湾你都不了解 譬如说司经里面 有一首叫酒南观之 观观之Q载何几酒 窈窕修理 君主好求 沉出幸彩 遮游流迹 窈窕修理 五味求迹 求迹不得 五味受迹 这流传两三千年 两三千年 我们的周先何不容易 搭来到台湾 结果你们策文化就要切 我告诉你 越切越漏气嘛 那两岸你能计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制度不同 假如你到大陆去看 为什么我们去看 那因为制度不同 你说现在有谁 他动不动 就说你要通议 你要通议 我问你 坦白讲 我台湾的朋友来 我也说 现在极其通议的人 真的有什么 原来制度不同 那制度不同 你没有用你的智慧去谈判 你不断对抗 好 你现在讲说文化比火箭更威胁更大 你的意思是打火招没关系就对了 你的意思是说 大陆跟你抗抗没关系 现在你转移战场嘛 你不可以去打火 这文化统议 如果这样问你 你民政党整个都说台技的 都说爱台湾 你们倒一个 像我们这样爱台湾 我听听你都爱台湾 你到来爱台湾 对不对 那你搞的官商勾结 不是法治基础下的民主 就会变民粹 就像你这样 那你就比共产党更恶劣嘛 所以你才会控制人民嘛 增缩人民嘛 用这个新的手机数据 来增缩在野党跟控制人民 这样你不是比共产党更恶致 没什么 所以这个文化统战最可怕 所以这下不得了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成语 千万不能让小朋友学吗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民众到大陆交流去扣红帽子 那么现在因为克刚的去中化 就有家长发现一个严重的事情 他和自家的小孩在聊天 结果发现他的小朋友 是读台北市前三名的明星高中 结果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 什么是大雨治水没有听说过 所以家长就惊呼说 这难道是108克刚在发威了吗 这家长也很感叹说 其实自己也赞成要有乡土历史教育 可是怎么现在是已经搞到 连明星高中的学生 对中国历史已经是完全陌生到 这种的地步呢 民进党推108克刚 不只是狂商古文的比例 他们历史的教科书也是去中化 然后现在教育部辞典 还把点点点通通都给加进去 网友就说这是什么回事 这根本是把文化的精华给掏空 把垃圾跟糟粕塞进去吗 后知怎么看 大雨治水到底算是历史 其实有点难讲 但是问题是说 他反正就是希望把 所有跟中国有关的 或有共同的东西 他就不断切掉 大雨治水本身是一个 他是一个算有智慧的 有一些智慧在里面的 一个应该要了解的一段东西 结果他把它完全切掉 然后因为没有东西 你把这些 你把好的东西拿掉之后 你就只有昭博可以 只有昭博可以塞进来 所以点点点 我觉得民党的问题就是说 他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 不管是 就是说你克刚也要为政治服务 你所有东西都要为政治服务 刚刚讲到说 那个妈祖的事情 就是说 那已经扣红帽子扣到妈祖头上 那是在 我跟你讲 真的是已经到丧心病狂 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做的 假许实在话 你有去做过天主教的吗 还是基督教的吗 到底有什么差别 就是你到底可以告诉 你可以告诉我说 你到底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的比较 本身台湾的政治板块 本来就在变化 你怎么去得出这个结论呢 而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有宗教信仰的 或许他本来就是不愿意那么对立 所以他的状况 可能他的状况就没有那么激烈 那这些也有可能 你现在的状况是说 连妈祖 妈祖就是统战工具 妈祖就是第五重队的神明 他一直变成是这样 那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逻辑 所以我说扣到妈祖头上 那真的是伤心病狂 你看这个政府到现在 就说赖清德上任到现在 就完全是没有政策 只有政治 所有东西都跟他讲 我不要核电 我不要财化法 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哪一个 他到底跟你讲过说 我要哪一个 没有 我到底要做什么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 还好歹 还有 不管你喜不喜欢 他好歹那时候还打了一堆改革 改革的旗号 赖清德上来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完全的 就是我只要处理政治 那只要处理政治就怎么 就是怎么办 就是不断的升高对立 就是沈柏洋这种第五重队 或刚刚讲的妈祖是被统战对象 妈祖会叫你反美 妈祖叫你不要吃莱猪 就是他的状况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他的状况就变 我们刚刚讲的 从广宏到克刚 他方方面面就是要升高你的对立 因为只有在你双方 蓝绿的极端对立的情况下 我这个政府没有政策 我这个政府没有能力 我这个政府没有做事 才能够被忽略 你们最好人民每天吵 所以包括国会改革的状况也是一样 国会改革他是没事硬要给你吵到有势 一定要 而且吵到有势还不够 我现在还要去继续吵罢免 继续吵 你像视线 像最近的复议 根本就是一个假议题 他其实最近都已经讲得清楚 刚刚我还在跟委员聊 他其实就是要罢免你 就是他根本 国民党傻傻的一开始还在想说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冲进来 会不会变成太阳花第二 人家从头到尾都不是那些事 你说复议这件事情 国民党在讲说我们会不会有冲突 人家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 程序委员会你按着晚来 没关系 我让你照牌 对不对 你day night是26号 我21号我就让你过 完全没有在地下 那种冲突 他只是要用国会的这件事情 去烧外面的火 让外面的不断的火变得 对立变得更加深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 他也不会听 然后你那边还是继续抹黑你 说这些东西都跟对岸有关 都是对岸叫国民党做的 这个东西 而且大家要注意 这东西不是明天复一案 完的接触 也不是视线 它是一路 这个蓝绿对立 它一路烧到明年二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二位大道是明大头家 先见黄仁勋访谈时就说 他想要大力投资台湾 可是呢 他最担心的是台湾的电力问题 没有想到 今天黄仁勋最担心的事情 竟然就真的上演了吗 好 回答台湾分公司所在地 在台北的内科 竟然就爆出了停电 好了 当然事后台电的解释是说 其实是快线跳脱了 民进党也再次强调 台湾的供电无语 可是只有网友 从台电资料 发现有猫腻吗 河山不是要除异了吗 怎么呢 竟然在狂开柴油发电 而且水库还在放水发电吗 好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河山的柴油发电 那这边是这么什么 是石门水库有没有 翡翠水库有没有 通通都被拿来放水在发电 怎么会这样呢 好了 这个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已经是燃煤燃气 燃油机组火力全开了 怎么还需要 河山厂的柴油机组启动 还要用到翡翠水库 跟石门水库的水来发电呢 惊呼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自己乖乖地 把冷气给关掉了呢 好 来看网友怎么说 为什么现在 河山厂要开柴油机组 明明现在是 燃煤燃气燃油火力发电 全开的状态 结果河山还凑什么热闹呢 奇怪的是翡翠石门水库 通通都在猛放水发电 好啦好啦 我知道台湾一定不缺电 算我输啊 那我现在关冷气总行了吧 河山不要烧柴油来搞笑可以吗 好 但是郭志辉怎么说呢 他说水库放水发电 河山柴油发电 这叫做类型性的检查 要测试这个机组的运作 是否正常 这绝对不是缺电呢 好啦 这个柯建民呢 他说这个郭志辉就任之后 频频对核电发表个人的看法 之后不要再这么做了 因为你已经是团队的成员了 不该有个人的认为 所以不只是柯总召发话 这个王世坚委员今天也直接炮轰 说郭志辉叫做核能自走炮 管不动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经过了绿营出来的 这个一段教训 说郭志辉他变了 6月15号的时候 他出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大家要节能了 他说三个房间加上一个厨房 你没有必要装四台冷气吧 所以是不是你看 被绿营出征之后 现在已经改变立场了呢 问题是 他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 就不是只有绿营会出征他了 他被骂惨了 怎么样 是只有绿营的人可以吹冷气 叫我们大宗都不要装冷气了吗 结果他今天改口 他说我话讲得太快了 不是每个房间都装冷气不好 我是想说要节能 是希望如果你没有人在的房间 冷气应该要关掉了 好 自圆其说成这个样子了 好 问题是 到底是谁没有用 没有再好好的节能减碳呢 你还记得吗 苏嘉全当时闹出了农舍争议 里面可是装了13台冷气 按照部长的说法 你装那么多冷气干什么呢 好 2011年的时候 当时担任高雄市长的 陈菊市长官邸 就被发现两个月电费 要花12万 你到底吹了多少冷气啊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只准绿营权贵吹冷气吗 老百姓家里面不能装冷气 这个后来当然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没有啦 我只是说没有人的房间 应该不要开冷气而已啦 好了 但不管怎么样 核三一号机 7月27号要除疫啦 从6月18开始 应该每天地减运转 那到底现在到底要测试 测试什么呢 然后核三的这个所在地的 屏东县长周春明说 你看核三去年发电 154亿度 而我们屏东去年用电 才49.7亿度 代表核三发电量呢 其实屏东还用不到三分之一 而反观目前屏东绿电 也已经有15亿度电了 问题是我们要请教一下 龙界委员 台湾又不是只有屏东 你屏东用的电 不需要那么多 那不能够给其他县市 来用一用吗 那一座核三 可以让三个屏东来用 只有你现在竟然说 要拿绿电来取代掉它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能源政策 我告诉你说 他站在沿着我差五十公斤 有的都不相信 你知道吗 他就站在廟后 我站在廟前 就是你们刚才在 头前说大雨 水泉尊龙 水泉经 大雨 所以是经后街 他说说军朝的顺劲 但是他告诉你说 台湾要发电AI 电是很严重的挑战 这不是在公圣朝 也不是在公君朝 也不是在公圣朝 所以他是一个企业家 全世界 对不对 大家现在看到他泼泼汤汤 他要去投资 到他就发电 但是没电 你跟我说他刚才来投资吗 还比较爱台湾 爱他的故乡 他要对他的故障付责 他买股票的人 是不想他要贪钱 好了 你现在说这伏零三胸 伏零三胸 你知道吗 他现在紧急在营电的时候 交到没法 一个伏零电胸 这是上色身份上级 结果 他是交到我们伏零电胸 里面 你会去福祷事件三月 日本那些电胸就是 他没法把水抽到 到那里面 露心丘用火 我们的伏零电胸 最后不可以解决 尤其在百几公尺 百十几公尺的顶头 他还抽五万档的水 万一 如果发生问题时 他可以利用这个动力 直接水就灌进 但是我们伏零三胸 这三胸 都有一个发电胸 另外发电的 不是伏零发电 万一出状况时 我们会用炸油 发电 发电就是要抽水 保护我们的路线 他们是到那三台发电机 我们继续来发的 发来给我们吃电 你就知道说台湾 用电已经到了 多么紧张的状态 结果 这个部长 过部长 六千甸 逛他的时候 我说这个不错 这个牌子不错 去压界来 知道问题 要对症下药了 可是当他讲完了良心话以后 跟民进党的委员 吃了一餐饭 就被思想改造了 外来就开始说道兵 说三百位 你们家冷气 不能争太多台 赌宝不能争冷气 我实际说 我们家三名人家 赌宝有争冷气 有啦 没很多啦 人家说怕热 就不要进厨房 除非你们家的赌宝 都放客厅 黏着火 没什么 就是找客厅的冷气 他现在跟你说 他现在说没了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上任以前 我就已经公开评论过 我说他可以 因为他男朋友 我说他不错 这个部长就是很务实 看到赖宪德想要改变的样子 而且我当时附带 他会下台 绝对是被民进党逼下台的 这要起来 我跟你说 你纯两个月而已 过部长 三个月观察期 蜜月期是一个月 观察期三个月 半年九要打成竞 你不能够 每年过年 你就下台一直说 靠Guds 我外面要跟你接线 我来说一些给你听 我们南部小孩 不用那么随小 香港两句 企业 企业 很深谓 你是企业来的 你没欠钱 你不要让民进党 这么妖魔鬼怪 把你带着走 人肯不怕 整肯都叽叽叽叽 你对他们走 华青带用你 是因为他面对新猪牌 他不要为难 叫你来就是要叫你对抗新猪牌 结果 你又说 你又说 睡了 你两个人 你又想做什么 跟你来对民进党的新猪牌 要配合家园 賴青德就不必用你了 我不知道 你说这样你听得有吗 你要读懂賴总统的心 要用你就是因为你来自企业 企业面临到用电的威胁 而且台湾生活要过得好 AI又要发展 我们就是一定不能排除核电 你勇敢已经说出 这个我相信 鼠神有和你沟通过 你已经勇敢说出来 结果吃一顿饭 被思想改造 你最好睡了 弄了 这样你就不是 和称我们男朋友 你没这个国旗 这样我就没贤送你 还让你一个星期的时间速度 一个星期的时刻 希望你给台湾乡亲 一个漂亮的答复 我们应该要面对 欠电的事实 我不是叫你永和 起码以和养绿 我也不反对绿电 我只是反对官商勾结的绿电 郭伯长你要加油 为台湾乡亲多多加油 至少要敢面对事实的真相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先前民进党是逆着民意 来强推数位身份证 结果因为搞不定资安的问题 又临时喊卡导致 现在是14亿的纳税前打水漂 每年还要花6000万元 去维护设备 再一党就要求要调阅资料 结果内政部资料是给了 但是上千页内容 统统被涂黑 而且只有目录可以看 蓝营的立委就痛批说 这根本就叫做事 是个高端超私的翻版 也凸显出国会调查权 只是刚好而已 但是刘世芳还跳出来反向 说涂黑资料是没有弊端的 只是依法办理 如果资料全部都打了马赛克 那你们蓝营的立委 怎么会知道有几千页 有一千多页的资料呢 我们看到国会改革 不过就是要求官员不能够说谎 不可以隐藏资料而已 但是民进党现在不只资料不给 资料涂黑 然后提赴议案 然后还召唤了青鸟来包回立法院 对于这个抓贪毒的法案 到底民进党他是在怕什么呢 志祥怎么看 现在整个江湖沸腾 人人在求这本书 这本书当代武林 大家自尊宝典 黑字天书 学了可以超越东方不败 价值十四亿 每年还要六千万 这是超级无敌的黑字天书 但他第一页就写了八个字 我就帮刘世芳讲 第一个写了八个字 就是先把你全部攻光光 各位你能够看到更离谱的事吗 这不就是活生生告诉你说 今天民进党官是怎么做的 活生生告诉你 我们过去的立委 刚包立文在内啊 对我们是新科 现在进去才体会到 你忍受多少年啊 就这样子搞立法委员 因为你一片黑啊 一千多也把你涂黑 我真的不知道 你干脆不要送资料就好了 所以民进党这么做 就是在证明为什么国会改革 听政调查重要嘛 那刘世芳还出来很凶哦 很凶哦 我就要特别讲 刘世芳才是民进党 真的称职的官啊 这种才叫官啊 刚刚谢永记讲的郭志辉 郭志辉真的是 我都怀疑他幼稚园 有没有毕业你知道吗 我讲政治幼稚园 有没有毕业啦 我就讲一个 你看刘世芳多么厉害啊 可以拿出这种东西出来 郭志辉啊 我咨询他的时候 多么多么可爱啊 我问他四个问题 很简单 我说马政府说 非核家园 必定会发生四件事情 我要问你预言 对不对 第一个 民进党2025号 20%的绿能会不会跳票 大家猜猜看 你知道郭志辉怎么回答吗 他跟我回答 对 会跳票 他算有政治良心 他跟我回答 对 会跳票 他就直接讲会跳票 然后我说那赖金德还敢讲2030你要30% 你2020 20%都跳票 30%做得到吗 他说我不敢保证 然后我再问他 他说好 那我想请问 非核家与马总统说 那你一定是要大幅依赖火力 然后会违背世界减碳的趋势 他跟我讲说 他肯定马总统的预言实现了 然后我再问他说 那涨电价 蔡英文说十年不涨电价 你可不可以保证说出这句话 说你们将来上来不涨电价 十年不大涨电价 他说我一个科学的态度 是不能做这种保证的 那谁涨电价多 他说是蔡英文涨电价 涨得比马英九多 那我就跟各位讲 难怪民进行要修理他 我那天咨询 那个郭志辉咨询到最后 是邱毅已经翻脸 不是郭志辉翻脸 那我刚误会你 那我不能为难他 要保护好他 不过我实在说真的 我觉得郭志辉真的撑不久 因为郭志辉应该已经算是 民进党定性的外星人 为什么你知道 你知道民进党的外星人 是怎么定义的 民进党是火星人 所以所有地球人 对民进党来讲都是外星人 民进党就是个诈欺集团 像这种诚实的官员 你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就学王美花 最近我在学了 他有在努力改进 他不是讲那个冷气 对不对 不要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你没有看起来很像 王美花过去讲的话 对不对 你必须让自己快速调整王美花 你才能够在火星人的世界活下来 再不来 你继续当地球人 继续讲实话 继续像我咨询你的时候 你讲的那些话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郭志辉我觉得待不久 所以回头就讲说 今天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嚣张 敢把所有资料涂黑 这是民进党的日常 我真的是这几个月 我们调资料 调资料真的是很辛苦 他想尽办法 能不给你就不给你 当然要看一些单位 那你这种黑书算极致了 黑书算极致 所以我要跟郭志辉讲 当然我还是希望他 回到他的专业良知 这个官说真的 也不要这么违反自己的 那个专业的本性 为了去迎合这群火星人 然后去扭曲自己 否则你最后搞得自己 像刘四方跟王美花之流 我说真的对郭志辉而言 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不值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着赞 新内阁上路将近一个月 但是传出绿营的立委 叫布满阁员的言论 不符合绿营的理念 就会在参序的时候狂叮 比方说像郭志辉 他的言论 好像朝向非和家园靠拢 结果现在被叮了一顿 结果他就出来呼吁大家 不要装太多冷气 挨轰之后他又改口说 是他话讲得太快了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节能而已 但过去大家都有印象 民进党在7月的言下开拳代会 结果蔡英文穿了棒球外套 大战饭店的冷气不错 然后绿营大佬苏佳全 过去爆出农舍的争议里面 竟然装了13台的冷气 那么民进党口口声声说 电够用就要大家节能 难道说只有绿营的群贵 才可以爽爽的吹冷气而已吗 这个后织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郭智辉一定会是 第一个下台的阁源 而且他的状况真的做不久 你看他上来已经被民进党自己叮几次了 非核交友也被叮一次 然后说台电不需要 不应该一直用补助的 说涨电价 这每一个其他都是民进党 不是国民党 然后问题是说 他的状况就变成说 其实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把它核电断了 因为电的状况就是这样 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 他要去增加 要去找新的电源 你不给他 那他只好跟你讲说 那我们就节流 把电价涨一点 你少两台冷气 你两端总要有一端 他其实是在没有办法 在你民进党框架下 没有办法去找办法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你民进党框架 又不允许他 你想想看一方面来讲 你民进党已经编了 要补助台电的预算 你要不要撤回来 再一个 他一方面叫你不要装冷气 经济部现在一方面 还在补助你装节能冷气 那个补助还要补助到明年 对不对 一台冷气就换新 就换新 然后你加上装一台冷气 节能的可以补助两千 就换新可以补助五千 那所以 他在这个框架下面 他其实只能够做这么多 可是因为就是说 你把他头尾都掐断 所以他是一定做不到 所以他最后只有下台一图 那刚刚委员讲到说什么 他在立法院相对比较诚实 对他来讲一个大老板 他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说 我在这个地方替你民进党辩护 辩护到我回家没办法做人 我回去 我这个地方总是过客 他当初为什么会答应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很明 我认为他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在于赖清德 赖清德找他来 其实没有给他全力 前面刚刚讲到什么翡翠水库发电 我刚刚查了一下 今天翡翠还在发电 石门还在发电 我们最近都在关心水库的水情 你会觉得说 奇怪台北下这么久的雨 为什么石门的水 还一直是 的状况还是很糟吗 他到现在还是橘色的 就是你看到很清楚 石门现在今天 刚刚我刚才看 现在还有一台运转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的状况就变成说 你会发现说台北下来那么多雨 为什么大台北的那个水的状况都没有改善 其实很明显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的状况 你现在就缺成这个样子 你到时候河山开始停止运转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顶电现在就调度不过来 那到时候郭智辉 他除了下台还能怎么样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空间 民进党连现在连河山研议这件事情 都不愿意延后 都咬死说我今天7月就是一定要准时停机 那郭智辉将来是 他一点空间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下台应该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狂夸郭智辉说 他背询的时候竟然都不会说谎 这不是很基本的吗 所以国会改革也不过就是要求官员 不能够说谎 不要隐匿资料而已 但现在民进党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民进党对于一个抓贪毒的法案到底怕什么 难道是怕国会改革真的是要来查案的法吗 立文怎么看 其实绿电一定会跳票 郭智辉并不是第一个民进党的官员 阁员承认这件事情的 其实在蔡英文的任内的国发会主委 就承认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一翻两瞪眼的事 他就是跳票了 你还这个 然后当时他们的这个 就是说减碳的路径图出来了之后 不是就被工总 就被台湾的工商大佬评为四个字 叫做天方夜谭吗 他被评为天方夜谭之后 那所有的媒体集定去问国发会主委 那你这个产业界大佬都说这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 那国发会主委怎么讲 他就承认啊 对啊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是写了一本小说给你们看 你们不知道吗 所以其实郭志辉不是第一个承认的 只是他没有在立法院承认 但是在记者前面就婉转的承认了 那这就是现实嘛 那郭志辉基本上是一个大老板 他究竟为什么点头答应赖清德 要来担任经济部长呢 那你就要看这个理由是什么了 这个理由会不会让他很快速地适应台湾特殊的国会的文化 就很简单 你要睁眼说瞎话 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睁眼说瞎话 你没有办法捍卫民进党过去累积了这么久的一个谎言 你没有办法睁眼